在我以前小时候,大人们最喜欢问我们像这种小朋友啊,就问说什么,问说,你长大之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印象中啊,我以前小时候曾经想要当医生,因为我会觉得医生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 所以在我们那个世代啊,其实小朋友想要成为的未来的人的样貌啊,或是未来人的一个职业啊。 相对来讲,单纯很多,要么就是医生啊,要么就是太空人啊,不然呢,就是总统。 可是呢,换到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大家去问一下,你身边周遭的国中以下的小朋友,他们想要成为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应该很多人都会说他们要成为网红。 Internet Celebrity。 所以今天为各位所介绍的这支纪录片,一样我是在HBO GO上面所看到的甲粉KOL,Fake Famous。 它是2021年的纪录片哦,这支纪录片很有意思啊,我很推荐大家可以找时间看一下。 嗯,因为啊,基本上哦,它就是把三个默默无名的人,培养成网络上的网红的一支纪录片。 嗯,然后剧组非常的用心哦,因为他们是透过海选,我印象中大概是从三四千人,海选出三个人来参加这个节目。 那另外一点呢,它其实有一点点像实境秀节目,但是因为它是纪录片,所以没有像实境秀节目,啊,就是贴身的拍摄摄影,没有那么夸张。 哦,所以,这三个人的这些日常大小事呢,基本上都是重点式的灾举,啊,除此之外,剧组很用心,因为在海选的过程之中,一定会出现比方说那个模特尔经纪公司去派人啊,或者是说小演员,或是真正的网红,但是还没有到很有名的,哦,来参加他们这支,呃,纪录片的拍摄,一定会嘛,哦, 哦,因为这消息其实会走漏的很快,可是呢,剧组也不是笨蛋,因为他们其实是要那种,看起来就非常,非常不像,非常不像红人的,非常不像网红的人,来参加这个节目才有意义嘛,哦,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已经先删掉一轮,哦,就是你看起来就是model,你看起来就是颜值很高,你看起来就是网红脸,哦,基本上他们先删掉,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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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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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他目前所拍攝的相關作品都是那種學生的電影自片啦 根本就是名不堅經傳 但說真的其實多米尼克長得還蠻甜美的 所以他入選了 第二位呢是黑人的時裝設計師 他是克里斯 然後第三位呢是一個Gay 然後他是房地產助理Wiley 這三個人入選了 然後呢劇主就要幫他們去塑造他們的人設 每天過得奢華的生活啦 但是那個基本上都是刻意營造 都是假的假的 除此之外呢還幫他們買假粉絲 所以看得到很誇張 這三個默默無名的路人 後來被這個劇組啊塑造成是一個 喔粉絲很多 每天都是上漲數千粉絲的網紅喔 所以這個就是 加粉KOL他主要的一個劇情 那他是真實的事件 所以他是紀錄片 然後到節目最後呢 到這個紀錄片最後呢 觀眾們就會知道這三個人 最後都會走上什麼樣的結局 所以很耐人尋味 因為這個主題假如說 對於這種名利場 沒有那麼的貼身觀察 或是沒有那麼的有興趣的編導 來主理的話 我跟你講那個味道一定會變掉 所以啊 這支紀錄片 加粉KOL Fake Famous 他的編導就是 Nick Belden 他是英國和美國的資深記者 他同時是作家 還是電影製片人 他另外一個身份 比較特殊一點 因為 他是Velity Fair 名利場這本雜誌的特約記者 所以是不是很有資格 來做這支紀錄片 這支紀錄片最一剛開始喔 是有一個原因啦 但是這是不是真實的原因 尼克 Belden 是為了這個原因而 來做這支紀錄片嗎 我是真的不這麼認為 但是他至少是這麼說 所以在看這個紀錄片的時候 一剛開始我會發現 就是在洛杉磯 有一家Paul Smith的旗艦店 但這家旗艦店原本是 嗯 就還蠻頻繁的 只能這麼說 雖然他的那個 店的面積還蠻大的 是還蠻大的一間店 可是就很頻繁 但是呢 自從他們把店的外牆 刷成粉紅色之後呢 這家粉紅店 就在網路上瞬間的爆火 所以在一剛開始紀錄片的 在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人 都在這家店的門外 就在這牆面 粉紅色的那個牆面上 牆面外 在拍照 說真的啦 其實拍照 會拍的還蠻好看的 很漂亮 而且那個 光線很好的狀況之下 怎麼拍都好看 那因為 Nick Builden覺得這個現象蠻有趣的 就是他會覺得 明明洛杉磯有更多 更值得大家去 好好的 去拍拍照 打打卡的景點 但大家卻不去 反而要來 Paul Smith的這家店 拍照打卡 只為了 在網路上面 欸我 我來網紅店打卡了 只為了這個目的 他覺得這個意思 他覺得 他覺得這件事情 很有意思 因此呢 他想要去探討 這個現象背後更深的故事 所以就拍了這支紀錄片 好 那聊到這呢 我們先來聊一下李子柒 其實李子柒的這個件事情 我之前就想要 做一個專題了 但是就是 一來比較忙 二來的話 我也還沒有真的就是 很大量的整理資料 那第三點是說 說真的 我現在做李子柒的事情 已經太晚了 所以 今天 剛好有這支紀錄片 我也稍微帶到 李子柒的事情 所以 假如說 不知道李子柒發生什麼事情的 朋友 我的聽眾們 這時候可以稍微的 先暫停一下 去網路上 Google一下 就知道 我要說什麼了 總而言之呢 我也算是很早期 就在 訂閱李子柒了 然後 假如說你一樣也是李子柒的粉絲 你會知道 李子柒她厲害的點是什麼 她的影片質量都非常的高 燈光美氣氛加 然後李子柒長得也還算滿漂亮的 然後 然後 據說 這是據說 未經證實 據說她的團隊 MCN團隊之中 有運用到 舌尖上中國的工作人員 那也難怪嘛 她的影片的質量是這麼高 可是啊 我覺得李子柒她真正厲害的 她的作品她真正厲害的點 其實是她的腳本 因為 她的每支影片 其實 時長都 算滿長的 大概二十多分鐘 但是她腳本厲害到 她可以 不運用到任何一句 一字的台詞 然後讓她的觀眾 能夠願意看下去 而且深深的 被鎖進去 成為她的粉絲 這就是李子柒她厲害的地方 然後呢 李子柒 截至目前為止 雖然她現在已經在YouTube上面 停更了大概有三個月 但是呢 在YouTube上面 我們現在看到她的那個粉絲數 截至目前為止 總共有1630萬人 成為李子柒的粉絲 這還不包括 其他平台 所以她粉絲量很驚人 那另外呢 李子柒她也被 賦予這樣一個美名 說她是古風美食第一人 所以她的 對啦 是還蠻古風的啦 然後另外一點的話 就是有些 農村生活 有時候看著看著都會覺得 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連我都會覺得我願意放下一切 到那樣的環境下去 煮茶蛋飯 這樣生活下去 雖然你知道那其實都是 都是假的 都是團隊去營造的 OK 所以剛剛有講到嗎 她是古風美食第一人 是必然的 李子柒這個品牌 她已經不是個人喔 她已經是一個品牌 是一個IP了 她已經做起來了 那做起來之後呢 相對帶來的是更大的商業利益 所以 李子柒這個品牌 所產生的周邊商品也很多 那最讓人家印象深刻 其實是食品類喔 然後我這邊看到資料 總共目前的話 李子柒的這個 推出的美食商品喔 總共有五個 讓大家比較印象深刻喔 首先第一名 而且也是賣的最好的喔 首先第一名是 李子柒桂花堅果藕粉 那第二名呢是 李子柒紫薯珍米糕 我不得不說 紫薯珍米糕這個商品喔 她在網路上面所拍的照片 是真的還蠻漂亮的 連我看了都想買來吃 那第三名呢是 李子柒豆娘娘七彩豆漿粉 但我說真的喔 我比較喜歡 原汁原味 那個白色的豆漿 她假如說是這個七彩色 我覺得 我可能沒辦法接受 那第四名呢 是李子柒蛋黃酥 我相信 每年的中秋節 李子柒的蛋黃酥 一定賣得很好 第五名是 李子柒螺絲粉 李子柒螺絲粉 它的售價 目前看起來 大概三十多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的話 大概一百六七十塊錢吧 其實價錢算合理啊 因為它畢竟有個品牌形象 但是啊 我當初也想要買 李子柒螺絲粉來吃看看 不過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在網路上面有看到一些評價 是說好像 它其實 又不酸又不臭 那你吃螺絲粉 就是一定要吃那個酸臭味嗎 酸筍的味道 對啊 那既然用不酸不臭 那幹嘛要買呢 嗯 所以這個是 李子柒它品牌底下 目前 我看到資料是 賣得最好的五樣雙品 然後 嗯 你只要大到像李子柒這樣 應該也是一樣啦 不可能隨便的去 在網路上面 或是隨便的和別人講說 啊我年收入多少 我月收入多少 對不對 對喔 這人之常情 嗯 那除此之外 怕被綁架嘛 所以啊 我這邊也是看到一些資料 這個資料是網友們 細心整理的喔 所以 不見得是最真實的資料 不過也是給大家來參考一下啊 網路上呢 就有爆料說 李子柒她的年收入是高達 1.68億人民幣 而1.68億是 已經分論之後 進到李子柒她本人的口袋裡面 高達1.68億 在台灣的話你就乘以5 就等於新台幣 所以 很龐大的金額耶 很龐大的金額 但是她和她的MCN團隊鬧翻了嘛 也是因為 利益分配不均 據說她MCN團隊喔 是握有李子柒這個品牌的 商標權 我必須要講可能 雖然沒看到合約啊 但是可能就一剛S 在簽你合約的時候 我相信李子柒可能沒有很認真的看到一些事情 然後 頻道越做越大 粉絲越來越多 以至於 鬧到後面的話就是 像現在這個狀況是 很難收藏 所以這就是李子柒的事情 那當然後面我們要來聊更深的喔 所以我們先來進一段廣告 打廣告之後呢 剛剛有來 談到的MCN 什麼是MCN呢 以及 你要成為 目前線下最流行的網紅 你必須要做哪些事呢 我們等著 在廣告之後 再來為 各位依依的 分析 以及為各位依依的分享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那剛剛講到李子柒和MCN 鬧翻 以至於 就算李子柒想拍片 但是也不行 因為 商標權以及 所有的控制權 是所在 他的團隊 這家MCN公司 所以我們來聊一下 什麼是MCN 這邊的資料的話 為各位 結錄製 名譽科學網站 的專欄 這專欄的 作者呢 是林克威 林先生 他的標題是 最新電商池 MCN是什麼 MCN網紅模式 是怎麼樣建構的呢 首先什麼是MCN MCN 它的英文全稱是 Mutual Channel Network 是一種多頻道 網路的產品型態 將PGC內容 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 專業人士 產出的內容 不論是影音的內容 或是 像podcast 聲音的 廣播型態的內容 這個 都是屬於PGC的內容 所以MCN是一種 多頻道網路的產品型態 將PGN內容 PGC內容 將PGC內容 聯合起來 在資本的有力的支撐之下 保障內容的持續輸出 而最終 實現商業的穩定性 那MCN呢 它就是一個多頻道網路的 產品型態 緣起於國外成熟的網紅經濟 運作模式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 防重業者好了 就是說 NCN它到底在做什麼 你先把它幻想才是 防重業者他們會做的事情 因為它這樣子的話 是用防重業者的這個舉例 來做舉例 所以 防重業者 它在這時候呢 一方面要找房主去簽房子 那基本上就是 幫網紅們去篩選 目前的內容 就是現在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 哪些的內容 是可以帶來更多流量的 那同時之間呢 這個好的防重啊 它還要找買主來做 行銷 所以同時間呢 它要找得到 適當的平台去做投放 比如說YouTube啦 或是B站啦 Twitter啦 IG啦 然後在這些平台上面呢 要找到適合的 品牌商 可能會願意投資 這一位網紅 讓他去做業配 那同時間 這個防重 它必須對於 地段好的 可能賣出高價房子的 物件 它必須要很有掌握力 所以 剛剛有講到嘛 要在幫網紅做包裝的時候 其實是要找 現在我們世界 現在這個社會 最流行的話題 最夯的 最紅的 最火的 熱 熱度最高的 一些話題 然後來去做 內容的擴充 但是在這之中呢 還要有 分析的能力去找出 也許未來 未來 這 可能未來 一兩個月 有潛力投資的內容 大家要去 找出這些內容 然後 這個 房仲又很聰明 為了要把房子 要把生意做好 他會去 他會去 花一筆錢 去裝修一下 不好看的房子 這同等於什麼 應該是說 我們常常在看 有很多的 YouTube頻道 啊 特別有些YouTuber啊 你去點開他的 這些作品 影音作品 你會發現 他的封面都設計得 好有疑似感 感覺 畫質也很好啊 然後 內容 也很有深度 腳本也寫得好 啊 特別是那種 YouTuber 他的那個品牌 已經做出品牌形象了 通常他的封面 就會有 剛剛所講的那種 品牌的意象 品牌的一致性 啊 通常像這種啊 就是後面有 MCN公司 在support他 在支援他 在幫他做 人設品牌 形象的包裝 那另外一點呢 剛剛有講到 在這支紀錄片裡面 因為今天我們還是 要講這支 HBO GO上面 所看到的 假粉 KOL啊 所以 在這支紀錄片裡面 也有看到 像MCN公司 他們其實也要做 哪一段事情呢 就是要去買 假粉 去充粉絲量 因為人是從重的 我再次強調 人是從重的 你看像我們頻道 不論在Youtube 或是在中國的B站 快手 我們都不買粉絲的 也不買讚的 所以 有時候 你知道 我們這頻道 因為沒有買粉絲 沒買按讚 所以基本上 有時候 大概 不就兩位數字 要嘛就是三位數字 在跑 讓人家會覺得 欸小貓兩三隻 感覺你好像是 沒有內容 就不願意 點進來看 但是呢 今天我講說 我播一筆預算 做出來 我可以拿到幾千 幾萬 幾十萬 甚至更高的 按讚 觀看率 只要我願意投資 相對來講 剛剛有說到 一個按死投資是假粉絲 但是呢 到後來 會有真的粉絲 和頻道進行互動 所以這個就是 MCN他要做的事 然後剛剛有講到嘛 那個舉例 就是以房仲的方式 來做舉例 所以這整個模式 MCN的模式啊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流量的對讀 然後 然後時至今日呢 MCN已經把這個模式 玩出了更多的 新的花樣 所以比方說 這個還是用防仲的 防仲的方式來舉例 但我直接說啦 現在的MCN公司 已經很聰明了 其實我必須要講 MCN簡單來說啦 簡單來說 他就是經濟公司 只是MCN這個詞 已經被大量的運用 然後除此之外 經濟公司呢 以前經濟公司 他做的事 事務比較 相對來講 單純許多 但是像我們現在 這個世代 像這樣型態的經濟公司 要做的很多 所以像現在呢 有的MCN公司 是會去投資 比方說 在網路上面看到 這個素人好像 感覺他會紅 所以趁他快會紅的時候 趕快簽下來 所以 這種投資 就變成是一個 網紅樣成 然後另外一個玩法是這樣 應該在台灣 YouTube頻道上面 看了很多 就比方說 有一個 比較大型的網紅 我們常常在YouTube 頻道上面會看到 他願意放下身段 和一些小頻道 或名不見經傳的 Youtuber 來做Feed 聯名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那基本上 這個大網紅 以及這些小網紅們 他們後面的 MCN公司都是同一家的 所以要有一個母雞帶小雞的概念 然後把網紅的經濟活絡起來 順勢的製造更多的話題 所以算是一個三贏的局面 這也是MCN 目前 玩出的新花樣 所以我再三的強調一下 所以 基本上 MCN呢 它的本質就是把PGC 把這些內容 其實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是專業人士採出的內容 因為其實 後面都有寫手 去把這些資料 組裝起來 你看像我們頻道 都是 都我一個人主理啊 對啊 哪來寫手 我自己都是寫手 但是 真正到已經是有個團隊的話 我也會在想 有時候我自己也會想 我想說 假如說哪一天 我有自己更大的團隊的時候 我真的喔 有些資料搜集 我就交給同事們去處理了 我就好好的去做我的 比方說 和大家分享 有點不答訊息的那個概念 我覺得那樣比較 比較沒那麼累 所以 基本上呢 MCN的本質就是 將PGC的內容聯合起來 然後在資本有力的支撐之下 保障內容的持續輸出 從而實現商業的穩定變現 所以在理此其身上 就看到這件事情 應該是說喔 我們像現在這個世代喔 不論是我們 東方或是西方都是 常常有時候看到有些網紅 就是 他沒有作品量啊 然後 長得也不是說多好看 然後那個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那種 該怎麼說 那個臉就是整出來的 複製人臉 然後那個 就長得真的不好看 不論男生或是女生 但怪的是 詭異的是 他們的流量卻很高 他通常這種呢 都是有MCN公司在後面 在 在support他 不斷的投注 投注他這些 假造的粉絲 假造的流量 假造的留言 讓他看起來很 很紅很旺 嗯 所以再帶回喔 我們今天 我要各位所介紹的 網紅KO 我再三強調 今天聽我講 不夠過癮 喔 因為要來看這支紀錄片 才知道他們 有多麼的厲害 呵呵呵 其實我必須要講啊 講實在話 其實這支紀錄片喔 拍的並不怎麼樣 但是 你知道這是真實事件 喔 所以有他的 嗯 有他的深度 嗯 因為呢 剛剛有講到三 三個人嗎 一個是多米尼克 一個是 呃 克里斯 然後一個是威里 嗯 首先我先講一下 克里斯好了 克里斯 這一個 呃 設計師 他其實還蠻多產的 算是一個 創意人 他在節目最 還沒有到中期的時候 在這支紀錄片 還沒到中期的時候 他就已經 就已經在 因為他覺得 我不需要 靠假粉 我不需要你們 製作單位 幫我去做一些 虛假的流量 我自己本身就是 原本我就是名人啊 我相信我可以 透過我的作品 喔 有名又有利 我為什麼要 配合你們演出呢 嗯 所以在 這支紀錄片 還沒有拍到 一半的時候 克里斯就 退出了 嗯 但我說實在話 我假如說是 劇組或製作方 我會不爽 因為 一定的嘛 你 假如說找這些人 來參與演出 在一干S合約 都一定會 寫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覺得克里斯 也是有點 有點白目啦 只能這麼說 對啊 所以他後來就 退出啦 退出 這支紀錄片 然後就剩下兩位啊 一個是多米尼克 一個是歪里 那 在這同時間呢 節目製作組還是不斷的在幫這兩個人 在每天就是做一些假的 粉絲按讚啦 假的留言 然後 歪里的話 其實 呃 有看這支紀錄片的朋友 應該會知道 而且也會 比較會有同理心在歪里層上 因為也會知道 他之所以想要變成是 往後命人 有他的一些過程 OK 所以 以前認識歪里的人 那後來呢 看到他的IG上面的粉絲數 以及他 呃 所呈現出來的照片裡面的生活 那不是他們 所認識歪里 所以 有 一個朋友 他就在歪里 他的IG上面的 呃 私訊 就跟他講說 欸這不是我們認識的你 你怎麼變成是這麼浮誇 這麼 這麼囂張的人 然後 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看你網路上面的這些留言 已經按讚 那些都是你花錢買的吧 你什麼時候有這麼有錢了 就是 就是在問這些事情 然後 那時候歪里他其實 內心有點動搖 所以 他很介意這件事情 因為是在 他現實生活之中 認識的人 一方面 我覺得算是一個提醒吧 然後 後來的話 歪里他也是 退出這個 這支紀錄片 所以就是 也是半途而廢 這個實驗 在這兩位身上 就沒有辦法再延續下去 那最妙的是 多明尼克 因為剛剛有講到 多明尼克 他其實本身是 女演員 所以 他其實帶著 那個心態 我覺得相對來講 嗯 就是用一個演員的心態 在 實驗 在配合這支紀錄片 在配合 劇組 所以他心理壓力並沒有那麼大 然後再著 他 嗯 我先講一下好了 他在三個月之後 因為剛剛有講嘛 每天劇組在幫他買粉絲 為什麼要每天買呢 因為 他們要買得很有技巧 因為像那些社群平台 他們也會透過 AI演算啊 或是 一些系統啊 去抓出哪些人是作弊 好 比方你買粉絲 或是你買讚 抓到的話 我就要停券處理 所以他們要買得非常有技巧 免得到時候被停券 那另外一點呢 那有時候那個按讚啊 假的按讚啊 他有時候 欸 會掉下來 所以要不斷的在更新 不斷的在投入一筆資金 去滾 假造的數字 但是 好玩的是啊 多明尼克在三個月之後 不但有真人的粉絲 和多明尼克產生互動 還有廠商 寄商品給多明尼克 讓他去做業配 自動的喔 嗯 所以 到六個月之後呢 多明尼克 因為他在那段期間的話 他除了還 配合 這支紀錄片 成為一個假網紅 營造那種真正網紅的 生活型態之外 他 有時間 他就會去跑試鏡 他有講 他說他以前 還沒那麼有名的時候 他去試鏡都被 都被打掉 都被打槍 但是呢 六個月之後 發生了不一樣的變化 因為他去試鏡大家都認識他 然後以前可能 嗯 要試鏡個好幾次都沒辦法上 現在試鏡個 有 有一個 案子 他試鏡一次就拿到了 所以他很開心 他很開心 他很開心 然後 呃 他接到的 業配 商品也不斷的在進化 到後來的話 越來越高級 那 因為剛剛有講嘛 其實這都是節目 呃製作單位 去 假造出來的 人設 那到最後呢 當然 他也回歸到 他的正常的生活 大家也知道他 不是真正的 呃 他在他自己的IG上面 目前還有三十幾萬的粉絲 對 所以他是 弄假成真的 嗯 其實我們在台灣也有 弄假成真的 嗯 那我這邊不方便說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一講就知道是誰 我不想去得罪人家 OK 好 這讓我想到 我在 呃 今年的八月二十號 那時候 Youtube 有發一封信給我們 呃 Youtuber 像這個是什麼 創作星星計畫 啊 那時候就是 要我們去上課啦 其實 Youtube Google 會開一些像這種 線上課程 或是實體課程 啊 因為前一段時間 就是疫情 還蠻 還蠻那個 就是狀況還蠻糟的 所以 那時候我就採取 線上的上課 啊 他這個 線上的上課的主題 其實就是 教我們啦 教我們 Youtuber如何成為Youtuber 然後他是八月二十號 禮拜五 早上十點半 還跟我們講 我這邊是看他的信件 我照他的字面說法 他說 八月二十日 周五十點半開始 請務必提前十分鐘 進入直播教室 並完成簽到 課程直播將 結束 將於上課前提供 請密切注意信件 就對了 這堂課讓我印象很深刻喔 坦白說 Google YouTube 之前的課程其實我還蠻獲益量多的 雖然你知道那個時常是還蠻長的啦 但是 有些都是老師的廢話 或是他要介紹他們自己的公司 這些我都能夠理解 但是多少有些收穫 但是在這一次八月二十號 所上的 創作新興計畫 我真的是 我真的超級大傻眼的 除了老師上課有大尺道之外 因為他其實是要告訴我們 這些中小型態的Youtuber 如何變成大型的Youtuber 這中間一定要有一些 小技巧吧 或是透露一些 Google YouTube 他們無法對外 告知的一些內部訊息 比方演算法 大家都很好奇演算法 但我告訴大家 YouTube和Google 沒那麼笨 告訴你他的演算法是什麼 而且他的演算法 他不會一次就是這樣的一個演算法 他一定會不斷的更換 不然的話 你抓到他的那個步數的話 那 你就是 對啊 那你就是超級大網紅啊 一輩子超級大網紅啊 那他們也不樂見嘛 所以 在那堂課 第一 老師大遲到 第二呢 我覺得最致命的問題啊 既然來上課的老師 他是MCN公司 所以那堂課是要幹嘛 美其名是告訴你 如何成為一個更厲害的Youtuber 網紅 但說穿的 既然是透過YouTube 透過Google 的穿真影線 去幫你介紹MCN公司 要你去加入他們的旗下的網紅啊 這超級離譜的吧 我覺得 這太誇張了 我可不想變成另外一個 離子漆啊 對不對 所以這是讓我很傻眼的 也是因為 喔 我必須要講 其實喔 欸 有時候是這樣子啊 是魚幫水 誰幫魚 你要說MCN公司 都是壞的嗎 我覺得也不能夠這樣子說 一般只打翻一船人 因為 我覺得是互相的 今天假如說 碰到一個團隊 是好的MCN團隊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讓你的事業 網紅這個事業 或是演藝事業 也更上一層籠 但是也有很多的例子啊 那就是把你先進來 也沒有太多的案子可以給你做 結果 就把你冷藏在那裡 大有這樣的一些狀況存在 所以我是覺得喔 要不要去 就是 首先我還是這樣建議大家 我從以前就跟各位朋友說 我說 其實網紅 他不應該成為是一個職業 他不應該 他也許是你的副業 或者是說 你在成為網紅的這個過程之中 你在不斷的訓練自己 像我以前有跟各位說過嘛 像我自己在做自己的頻道 其實我在訓練我自己的口條 以及如何面對盡頭 這是我要的 所以他絕對不是 我絕對不可能靠我成為一個YouTuber 或是R部主 去賺到很多的錢 因為我不是李子柒 然後另外一點的話 我覺得其實 自己本身要有個專精的事業 然後做YouTuber這件事情 是變成是一個類似像 興趣或是休閒娛樂 我覺得這樣才比較好 而不是反客為主的 變成你的終身事業 他不可能是你的終身事業 因為你要賣命給誰啊 你要賣命給YouTube 或是各大社群平台 那就不對了 就不對了 另外一點呢 其實也有看到有些 原本在網路上 有名氣的網紅 後來跨足到演藝界 我覺得這樣的經營之路 也許相對來講比較正規一些 因為一定要有作品量啦 今天我覺得不論是網紅或是藝人 都一樣都一樣 你一定要有作品量 你的作品量一定要被大家給看到 或聽到 嗯 就是 人死流平 人死流民 虎死流皮 的概念 所以 我是覺得 不應該把網紅當一個職業 而是當成是一個興趣 這樣在做自己的頻道 相對來講會比較輕鬆一些 然後有些人會 嗯 有些人會真的會把他當成職業啦 但是假如說你真的想要把他當成職業的話 首先你必須要有一定的料 那除此之外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又不願意簽約給MCN公司 那你要幹嘛 你最好後面有個幾十萬或是數百萬 能夠這樣去燒 去幫你 堆疊你的 按讚數 評價維護 留言數 對啊 這樣才有獲勝的可能 才有可能像多米尼克 好所以這就是今天為各位所介紹的這支紀錄片 加粉KOL 目前在HBO GO上面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也很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會知道 目前在這個世代 這些加粉 啊我要講另外一個重點 這是剛剛想到的 剛剛大家一定會想 這中間一定有個很關鍵點 關鍵點是誰 關鍵點其實是 比方像Youtube或是Facebook或是IG 他們這些社群平台公司 他們怎麼不加強力道在 在 打擊像這一類買假粉 假粉絲的 現象呢 作弊的現象呢 為什麼不大力 大力的打擊這些現象呢 其實是因為他們要獲利啊 啊如何獲利呢 這就要看紀錄片就會知道 嗯 在這一段 我覺得這次這個紀錄片 另外一個我覺得 很值得大家深思的一個議題 而且也是這次紀錄片 第二個 我覺得很大的一個重點 OK 好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然後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次紀錄片 我真的也很誠摯的推薦大家 好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你的收聽 如果不想錯過每期單元的朋友 也歡迎您的訂閱 分享 收藏 投币 以及關注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拜拜 Bonjour 昨晚你又給我好多好多 讓我睡得好安穩 真羨慕你 吃的那麼少 你好輕哦 一起出門吧 你真好 一點都不麻煩 有你陪伴 神清氣爽 工作好順利哦 最喜歡你這樣安安靜靜的 最喜歡你這樣安安靜靜的 我先睡咯 晚安 我先睡咯 晚安 那晚點 晚上 睡到 有吉利 寂寞 開罩 也 耳 在這個時代我覺得空氣品質非常重要 所以我選擇鐵口雅 放在我的辦公室跟我家裡客廳各一名 我覺得實在是超棒的 因為市面上很多的商品 它裡面必須都要換濾黃 可是我覺得鐵口雅是不用的 我覺得這個是太好的 因為有些商品可能因為經過一段時間 它的濾黃就不出產 那你必須要淘汰這個機器 可是鐵口雅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又沒有水 我覺得實在是太棒了 推薦給大家 這款T200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外型 然後顏色還有輕巧 然後最主要就是五號彩 OK 我經過了實際的測試 使用過我們這支T200的空氣精化機之後 我非常的推薦 我發現它有兩個讓我覺得 你非買不可能 重點 第一個就是它靈造的 在走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的聲音 第二個我真的是非常大提 它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耗彩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T200 這個真的很厲害 我現在每天睡前的時候 一定會把它放在我的房間裡面 我覺得我的鼻子過敏改善了不少 而且也提升了睡眠品質 更厲害的是它清茶好攜帶 放到包包啊 出門外出上班 都很方便呢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TACOYA 片花組 製作 TACOYA TACOYA TACOYA